今晚影帝柯俊鴻6日晚间 因为肺癌病逝内湖三种 享受70岁 他去年发现离患肺癌末期 半年来固定到医院化疗 病情是好是坏 多次出入家户病房 最后不敌病魔 与世长前 这部在1974年拍的《英烈千秋》 柯俊鴻飾演在桑仪会战之中 牺牲的抗日英雄张志忠将军 令他夺得第二座 《亚太影展影帝》的树荣 不过刚正不安的形象 现在已经成为罪益 因为柯俊鴻在6日晚 因为肺癌病逝 享受70岁 1945年出生的柯俊鴻 早期是台语片演员 后来被中影制片白景瑞赏识 开始演国语片 主演寂寞的17岁 一举夺得1967年《亚太影帝》 之后就以多部爱国的宣传片 在影迷心中建立中党爱国的形象 以黄暴均云 获得首座金马奖最佳男主角的树荣 厄俊鴻戏演得好 他对政治也有高度兴趣 2004年当选立委 成为艺人从政的代表之一 厄俊鴻去年发现离患肺癌末期 今年开始接受化疗 不过始终敌不过肺癌过世 一代影帝就此人生落幕